明鏈刷BIOS 還要再進Windows嗎? 還是刷BIOS的時候 可能會有更新失敗的危險 沒有關係,今天華晴科技 要為你帶來一個全新的技術 稱之為Internet Flash 我們不需要更多的 隨身碟,也不需要在街上 任何的硬碟,更不需要Windows 我們馬上來看看 這項新的技術是 怎麼樣進行的 今天我們安裝的是 華晴的Z77 Extreme 6 主機板 同時我們也安裝了 兩根的DDR3 Memory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華晴的Z77 Extreme 6 主機板 在SATA的部分 完全沒有任何的裝置連接上 在背後的IO 也只有螢幕輸出 還有網路線 以及一個鍵盤的USB 現在我們回到UEFI的界面 可以看到UEFI的版本 是L1.11版 要使用華晴的Internet Flash 其實很簡單 只要將游標移向Advanced 並且選擇Internet Flash 那UEFI呢 就會自動確認你的網路連接狀況 並且搜尋華晴的伺服器 找尋最新的UEFI BIOS版本 好這邊我們看到 它已經找到一個新的版本 是1.20版 那我們只要按下yes 它就會開始download 從我們的網站上下載最新的版本 並且安裝 好UEFI的更新已經完成了 現在只要按下ok 你的系統就會重新開機 並且完成這項更新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看 UEFI的版本呢 已經成功的更新到P1.20版 好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 已經把我們的UEFI版本 已經更新到P1.20 也就是我們的最新的版本 好消息呢 是華晴科技在未來的7系列主機板 會全面導入這個Internet Flash的功能 也就是說 消費者們 你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享用到我們這個功能 我再強調一次 只需要 不需要任何的隨身碟 也不需要硬碟 更不需要Windows Always 你只需要一個連上網路的網路線 就可以更新你的BIOS版本 我是華晴科技的漢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再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